今天精英主廚帶來的 這一道滿特別 除了一般人可以養心之外 如果說真的動了心臟手術 也可以在後續養護的時候 把這一道料理列入參考 對 其實平常也可以吃 其實你在日本料理 偶爾是可以吃得到 類似這樣的料理 所以它到底叫什麼名字 它是用山藥泥 味噌山藥泥 會菠菜 對 這個山藥就是日本山藥 日本山藥其實他們很常 做成山藥麵 磨泥加成飯 有些黏黏的黏液 我為什麼會把菠菜跟山藥泥 合在一起 是因為菠菜我們在吃 是不是都會有點麻麻 就是有點磨那種牙齒的感覺 小朋友很不愛 然後有一些 其實即便連大人都不是很愛 所以我用山藥 去把它稍微中和一下 山藥泥要使用的時候 才把它削皮 不然它會有點氧化 會黑黑的 那我們直接就磨成泥 或者是你拿那種 小朋友的那種磨泥板有沒有 也可以 副食品的那一種 對 大概很快 對 它就會有那種 勾勾的泥出來 對 教授 你平常在家裡頭 有沒有做菜 有 我看你看得很仔細 感覺我一下想要許一下這樣 OK 然後另外用菠菜 像吳醫師跟素芊 你們覺得像這個養心料理 或素厚 有哪一些特別需要注意的地方 其實我覺得今天自己 示範的兩個都剛好很適合 我這種就是 像我們是高血壓 我們就這些疾病的高風險族群 所以就是要高鮮 第二個就是它選的菠菜 甲的含量也滿高 高鮮 就高鮮高鮮 然後油就要選好油 適量的好的蛋白質 這樣加起來就是很好的養心料理 所以對我們來講這很好 而且我覺得它很聰明是 其實如果我們以前 要讓菠菜的口感變好 你會發現在西方料理 多數都用奶油 因為奶油可以去掉它那個色味 可是今天姿勵 剛好用了另外一面 他也是借了這個山藥的口感 來去掉它的色味 但是又完全沒有奶油的負擔 完全之後我們心血管 不是很好的人 剛剛好用這一道就很好 就不會吃到奶油這個包子 而且我沒有這樣磨過 我覺得好快 他才磨一下已經半碗了 真的還滿方便的 是 然後再來我們就是要給它 一點點的風味 像這邊我就準備一點味噌 那味噌如果你買的味噌 其實有一點點 這有點太濃稠了 我們可以用一點點的高湯 譬如說柴魚高湯 蔬菜高湯 稍微把它稀釋一下 好 陳醫師你自己養心方面 你都平常日常會做什麼事情嗎 特別保養 對啊 因為其實我們醫生 其實也是很有職業病 因為我們每天都坐著看診 所以也必須就提醒自己 就是說有時候坐了一個鐘頭之後 要起來走一走 其實最重要的還是 雖然是老生常談 可是最重要的真的還是 就是血壓要測量 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壓 因為根本沒有量過 那當然要抽血 要驗一下膽固醇跟血糖 運動絕對不可少 還有當然就是要靠這個指引 告訴我們說有些健康的料理 就是蔬菜水果 當然如果說對於血壓比較難控制的 我們還是請病人早上量一次 睡前再量一次 好 所以如果真的需要很清楚血壓的 其實現在都有很多的輔助工具 也可以幫你量的時候就登記下來 好 指引你看已經把這個 我已經把那個味噌 把它稍微稀釋之後 我們把它加進去 這樣這邊就會有一個風味 對 用日式的一個風味 再來我們來燙菠菜 燙菠菜你就是水 燙菠菜也有技巧嗎 水量要大 你所有燙蔬菜的水量都要大 然後有一些會叫你加油 其實我都不建議 你就是直接就是清水燙就可以了 為什麼燙青菜水量要大 因為水量如果小的話 你的蔬菜你摸它 它是有涼涼的 它會去吃掉我們的溫度 原來如此 溫度一降低 你的蔬菜燙起來就不清脆了 OK 我們下鍋之後 稍微把它攪拌一下 然後讓它比較均勻的 全部都燙到 這邊大概15秒 20秒 其實就可以 因為我們水是屬於 很開的一個狀態 對 它有再來在撈的時候 你要準備兩個 因為我們等一下 把它擠得越乾越好 因為等一下它才會把風味 沾在菜上面 這也是日本料理有時候會吃到的 是 日本料理它會用很多蔬菜 很多種蔬菜去做這樣的搭配 對 江醫師你有在養心嗎 養心 我覺得現在養心沒有什麼絕交 因為沒有什麼食物 是特別可以增加你心臟的收縮力的 所以現在養心的絕交 就像剛才陳教授講的 就是護癮的血管 另外就是多癮 當然這是唯一的原則 或者說大家很喜歡用一些黑木耳 等等 就是把這些好食材加入生活當中 這只是其中一道大家可以參考的 為什麼這一道都喜歡用菠菜 如果說我們換成其他的搭不搭 可以 很搭 譬如說你用高麗菜 你即便用芥蘭 然後你用一些像是 像是小松菜 油菜 那個都很適合 因為小松菜 油菜 這個都是排名很多人不喜歡的蔬菜 所以我們也可以用一些 山藥泥的那種口感 幫他稍微的 讓他比較圓潤一點點 對 不會這麼的 好 沒關係 你慢慢擠 我要先來問一下 吳醫師一個問題 這很重要 如果我們心臟真的覺得不太舒服 尤其我家裡頭有一些長輩 像我自己的爸媽也是快要80歲 其實都會很關心他們的身體狀況 到底如果真的發現 自己或家人心臟不舒服 當然第一時間趕快送醫院之類之外 還有什麼樣的急救穴會很重要 對 就是我們叫旁邊的人趕快打電話以外 那我們常常教大家的就是這個內關穴 但是我今天要加一個比較簡單的 因為聽眾朋友常常會跟我講說 這個內關穴我的手指根本沒有力量 所以很不好按 那我現在教一個叫做少蔥穴 那我們手有六條經絡 一般我們稱作叫六脈神劍 那這個小指裡面就有兩條經絡 兩個 那這個小指甲旁 一個就叫做少蔥穴 裡面這個是不是 裡面這個叫做少蔥穴 那外面這個叫做少蔥穴 裡面這個是心筋 外面叫做小腸筋 心筋跟小腸筋相表理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指甲 把它前後這樣子掐著 掐著揉它 其實這樣掐著大家都會覺得頭皮有點發麻的感覺 滿痛的 然後吸口氣 用力咳嗽 對 讓這個肋骨突然下降 稍微自己做一下心臟的按摩 所以一邊在揉按的時候 真的揉按的時候 真的會有頭皮發麻的感覺 它有點痛 然後吸氣用力咳嗽 然後讓自己去按摩這個心臟 那有人問我說那可不可以用這個 用咬的 我建議是不要 因為我們不是在寫這個血酥 我們只是在刺激這個穴位而已 所以平常這個指甲要修乾淨一點 這樣還有美觀的作用 還可以做這個急救 所以這個少蔥穴跟少哲穴 是很好的心臟急救 心痛的時候急救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穴位 好的 很簡單 就在小拇指把它按下去 有沒有左邊右邊之分 因為心臟在左邊 一般我們先按左邊 先按左邊 好 對 先按左邊 用右手的中指跟拇指的指甲 按左手小指的內側跟外側 指甲旁的穴位的地方 這樣掐著 然後吸一口氣 用力咳嗽 這樣是最簡單的方法 OK 這交給大家了 再來建議這邊 差不多了 對 菠菜我們把它 水分都把它瀝乾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山藥泥 把它加進來 又加到那麼多山藥泥 對 其實山藥泥越多 你會覺得它越滑順越好吃 這邊我還準備了一點點的柴魚 其實柴魚也是一點 顧血管的一個好食材 這邊你看 我把它拌一拌 有沒有這樣 拌完之後 對 我們就可以裝盤 好 這道料理就完成了 對 術後需要高甲 甲對食物很重要 這道味噌山藥菠菜 味噌山藥混入了菠菜及柴魚片 簡單的護腥和風料理 推薦給您 但是要注意 如果說是腎功能不全的人 這個甲有時候還要低甲 所以要特別留意 而我們今天談心臟 胸悶鬆痛 喘就是很大的警訊 趕快去做檢查 甚至主動賣半膜傻窄 現在的手術符合條件 都可以達到百萬元的健保給付 都希望大家保護好自己的心臟 大家好 當如果主動賣半膜 有嚴重的狹窄的時候 藥物治療其實效果不好 一年死亡率高達50% 甚至有猝死的可能 那除了傳統的手術 來置換半膜之外 現在也可以從導管 來進行半膜手術 而且從2月1號開始 健保全面的給付 以往自費大概需要 110到120萬 現在健保給付的條件是 第一個 你要有心臟衰竭的症狀 第二個 從超音波看起來 主動賣半膜開口 小於1平方公分以下 第三個 經過外科專科醫師認定 是屬於高手術風險 當然病人的 他的存活率要在一年以上 他就不要有太多的疾病 譬如說癌症或臥病在床 那目前第一個80歲 健保就有給付了 第二個 如果你心臟曾經開過道 譬如做過繞道書或半膜手術 這個也可以給付 第三個 如果有肝硬化或是肺功能很差 免疫不全 這時候都有給付 那當然 這個需要經過 心臟內外科醫師的申請 需要事前生長